当被问及她是否想和冯绍鹏复合时,崔丽婷回答了一个让她的前夫后悔的问题。 通过这个回答,粉丝们清楚地了解了赵丽颖对于前段时间与冯绍峰水墨分手的态度。 在一起不到三年就突然宣布离婚,赵丽颖和冯绍峰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这对夫妇没有具体说明分居的原因,这也是公众更加好奇的原因。 全球多方消息透露,离婚近一年后,崔家美人想与冯绍鹏团聚,但两位主角都没有给出答案。 1月8日,QQ专业对她的山姆山姆的采访就最近引起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引起了轰动。 记者突然问赵女神,不想团聚是真的吗? 可以说,这个问题是针对冯绍鹏的,因为有传闻称这对夫妇复合了。 不过,赵丽颖却有深沉而认真的分享,我一直希望在爱情中,永远尊重对方。 如果另一半打破了这个规则,即使他们回来了。 在一起,我也会选择分手。 再次,这位美女的回答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QQ业面称,听到崔乐定的回答后,冯绍鹏顿时感到无比的遗憾。 或许在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两人的问题和矛盾太多了,所以他们决定给对方自己的道路。 虽然得到了很多粉丝的支持重拒,但以崔乐定在恋爱中提出的原则,他不想再犯第二个错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